冬天来袭你手脚就开始冰冷吗 潘博士要用大蒜来解决你的困扰哦 大蒜到底什么东西让你女孩子比较不会受到 它因为它会促进血液循环 吃下去以后就会全身发热开始解表 所以它可以活化免疫系统 所以它是间接地提高你的免疫系统 那你的免疫系统就很强 它可以杀死所有的东西 接下来 詹姆士要颠覆你的想象 用蒜做出美味意大利面哦 那这边呢我有之前先预烤的蒜头 好了就像马尼薯 这个蒜酥炸得好 你待会儿的面煮起来就好吃了 用你的这个蒜油 稍微炒一下 这样就好吃了 重点在这个 就挤了 好厉害哦 好香哦 我的妈呀 是哪个主厨煮出来的啊 好好吃哦 它有三味但是不会太嗆 它好好吃哦 欢迎收看《实在有健康》 健康最实在 马上来介绍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小珍 嗨 第二位简佩恩 嗨 大家好 第三位王以璐 王以璐 重点要什么 你要手脚冰冷来了 真的 我手脚冰冷 对是 女孩子啊 十个里面有十一个都是手脚冰冷 对啊 对不对 尤其是最喜欢就躲在被窝里面 男朋友或是先生 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掐住那个先生 然后就冷冻到不行 你这样讲我好冷哦 哈哈哈哈 你这样讲很悲伤欸 干嘛要这样 不知道真的欸 欸我们现在有电坦所以还好 天冷不是冷 对啊 心坦才是寒冷 对 有老公在旁边我们都会把脚抄到她的两点 不要再说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取暖 不过今天啊比较尴尬一点 好 对不对 女孩子怕手脚冰冷 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食材咧 又是女孩子可能爱又不好意思讲 为什么 不会啊怎么会 真的吗 现在我们说了 不好意思吗 我们没有这么轻轻作态 人家结婚你就算了 你们两位还没结婚就愿然敢这样口出狂样 什么结婚的也是要维持欸 不要维持 有时候自己闻到多想吐啊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来了 说得好 我们今天聊什么聊大蒜 对啊 这大蒜真的是很可怕 吃的人觉得很开心 好好吃啊 很香 哇嗆辣感 整个嘴巴里面觉得哇吃得满足 对 一讲话旁边的人能够闪就竟然闪 那你们两个又没困扰吧 没有对象可以听着 可是我们总是会跟人家讲话 也是啦 既然大蒜这么爱大蒜 嗯 先测验看看 看你到底是爱她还是了解她 有爱情是不够的 你不了解还是不行 对不对 进入测验 三位加油 好不好 来可来 第一题 请问 大蒜能预防手脚冰冷 空腹直接吃更有效 对我错 请抢答 小燕姐 对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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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不确定吗 正确答案就是 抢 确定答案 好冷喔 真的 你们应该蒸大蒜之外 好 第二题 大蒜能杀菌又可增强免疫力 吃的量越多越好 对我错 请抢答 一路 回答 对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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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确定 确定 恭喜你答 对了 答案 耶 好 第三题 吃香肠配大蒜既好吃又能降低胆固存 对我错 请抢答 小燕姐 对 这么确定 对 恭喜你答 对了 答案 哦 我觉得答对 答对 答错根本没差 还是被咔到更拼啊 讲最紧张吗 吃香肠配大蒜 既好吃又能降胆固存 为什么 小燕刚答对了 傻耶 就觉得 就觉得香肠胆固存很高 然后他既然会配大蒜 应该就是有他的道理 哦 三老师是这样的吗 哦 他里面有一些寒流化物 会降低胆固存 那你真的不吃香肠 只吃大蒜你就降胆固存 会哦 所以事实上你吃香肠是增加胆固存 所以说吸血鬼也是胆固存很高 所以要怕大蒜 所以主要还是在大蒜不在香肠 最主要是大蒜啊 所以香肠就增加胆固存 吃大蒜是对色也是好的 对对对 所以这题其实就 就这边拿掉 对不对 既好吃又能降胆固存量也是对 对嘛 对不对 再来大蒜能预防手脚冰冷 空腹直接吃更有效 这个 我跟你讲这一定是错的 因为我以前被惩罚过 就是小夕大台的人 惩罚过那种蒜汁 我那天空腹 我一杯下去我就要吐 你就觉得胃好吃也会不舒服啊 而且是会忍不住 就是一直会空哦 然后就胃痛 对 因为大蒜非常上胃 对 任何的辛香料啊 姜啦 辣椒啊 他们都还没有那么上胃 最上胃的就是大蒜 对吧 对啊 为什么 它伤害胃黏膜 胃黏膜 对 它会伤害到胃黏膜 哪一个部分去伤害到胃黏膜 它里面也是同样是含硫化物 所以硫化物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啊 对 一提两面 所以一定要配东西吃 对 你会特别觉得说 当你有吃蛋白质食物的时候 你吃下去特别香 而且胃就比较不容易反胃 所以配牛肉好好吃 配猪肉也好好吃 配香肠 配牛肉 配猪肉 配烤肉 你一定要有蛋白质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太过量 有时候回去还是会不舒服 就像吃到胃筋 胃素那种不舒服 对 所以你如果是空腹的话 是这些化物是直接刺激胃黏膜 所以你抵抗力非常弱 你大概通常吃一半到两半 你大概就会开始胃痛或甚至想呕 那但是如果你有蛋白质进来的时候呢 因为蛋白质基本上跟大蒜的那个寒流化物会结合 所以它稍微会保护胃病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吃太多 一样会再刺激胃黏膜 对 所以大家吃起来都没什么感觉 是因为我们都会配着其他 对 你讲得对了 所以这一题其实陷阱在不能空腹 不能空腹 不能空腹 那有的那种焰漬过的那种 北方的那种 辣辣山那种东西 绿色 对 它们直接先吃的话 空腹吃的话 一样会 它的因为它经过那个所谓的 不论是用醋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泡了以后 它的那个寒流化物的浓度就会下降 那基本上 基本上辛辣味就下降 张老师我们在讲 我们今天其实重点是手脚冰的 那个大蒜到底什么东西 让女孩子比较不会手脚冰 它因为它会促进血液循环 是喔 它里面有那个 就是促进血液循环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你吃下去以后 就会全身发热开始解表 有点发汗的功能 解表是 解开的解表是表面的表 解表是中医学里面 就是促进 对 然后是促进发汗 促进发汗 然后那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一个成分 所以比如说我们快要感冒的时候 是可以吃大蒜吗 还是一吃就会觉得就会发烧 因为我之前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快感冒的时候 有人就说可以吃蒜筋 多吃脊钉 它说就可以压抑制感冒 因为它说它是天然的消炎药 真的吗 我不知道 是有些人来问的 是这样吗潘老师 它因为消炎应该是没有了 但是它是有一些杀菌的功能 但是杀菌它也只有特定的一些菌种 也不是所有 那时候SARS正流行的时候 大家不是一直在那边讲说要多吃大蒜 但是大蒜里面的成分它可以促进免疫系统 所以它可以活化免疫系统 所以有的时候它能够有点效果 可能是你自己免疫系统起来了 所以它是间接地提高你的免疫系统 那你的免疫系统就很强 它可以杀死所有的东西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不多吃一点 吃超多 它是这样就是一颗大蒜里面有非常多的成分 对 刚刚已经看到了就是说 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它可以杀菌 它可以提高免疫力 这都好的 但是它也有一些成分呢 它会浓度高的话 会迫害我们的血红素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溶血的效果 但是量小的时候不会 但量大的时候不行 那所谓的量大一天 我们其实 一般我们建议 一般我们生半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天吃两半到三半 就差不多了 两三半而已啊 对对对对 大整会过瘾 你说其实那种 这个一半这样子 其实 太少了 一天只能吃两三颗 我觉得太少了 不是现在 营养学家是建议一天大概吃两到三半 是最适量的 那如果说你本身 如果你本身是有胃部有 有这个所谓胃膜比较弱的 那就剪掉 当然如果说你是胃溃疡的 那是暂时先不要吃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胃溃疡 但是我们知道大家有些人是肠胃比较虚弱的 对 胃胃口不好的 还是说很容易胃痛的 有肚肚胃酸比较多的 那这种我们是建议就二到三半就可以 我胃突胃 对对对 我有逆流心食道盐 那这样可以吃吗 你们都这样就不能吃大蒜 我没有 不是不能吃就是适量 适量 对它溃疡的时候是不能吃 如果有溃疡 有溃疡的人吗 没有溃疡 没有 为了要吃大蒜不承认就对 没有 真的没有溃疡 对啊 又没一个屁的 好生气喔 没有 所以说两到三片是正常的 对两到三片是正常的 但如果说你的肠胃比较好 你的胃黏膜比较强 你多吃几片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你有 那就不要吃那么多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刚刚有讲过 它会稍微对血红素有点影响 不过潘老师刚刚讲这个啊 亮月炖 如果说是 因为我知道你不吃油炸的 可是如果炸过的蒜酥 多吃也有关系 潮湿的冬天怕蒜头发芽吗 等等咱们需要教你 如何保存跟做出美味的 蒜味海鲜意大利面喔 第一 你一定要把 这个地方要切掉 因为它一旦没有切掉 它里面 你刚刚讲蒜比较炸的地方 它会因为这个头 它会再继续炸 好 我们今天做的是 蒜味海鲜的意大利面 这个蒜酥炸得好 你待会面煮起来就好心 它用你的这个蒜油 哇 稍微炒一下 这个就好吃了 好香喔 我的妈呀 是哪个主厨煮出来的啊 好好吃喔